你猴草,开猴哥看点火,猴哥看一天我累了 过几天回国了,滚蛋了,门儿拉我了 猴草开车呢,六点多了,我们上万景看一片火去 十八路,左转,这家又开始种地了 把棉手术知道,手术业 昨天,莫婉舟的棉户律师在宏哥华的法庭上表示说 加拿大的法官应该对一面拒绝出庭作证的 加拿大黄家骑警的退休警官的证词做出无理推断 莫婉舟引读案的昨天是继续在北市省高的法院审理 莫婉舟本人也闹庭参加了庭审 莫婉舟方面的律师认为的退休奇景 下407走掉,我右边一线 前面这个路就是高速公路了,它也是收费公路 就是407高速公路,收费是很少,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不走 就这条路407,高速东西向的,这车到底确实少 这条路407高速公路,后扫开车,我们看我晚上累了,就得花钱走后高速了,怕堵车 你看,九阶,真是九阶,你看 你看这道,车特别少,收费公路就是这样 都是最一路面 这样弄病了,4.8公里就下去了 马上就下到了 出来了,几公里 这什么城市是呀? 马上 这是马上吗? 对,马上 九阶这边是 九阶,记不记九阶那几年来干啥呢? 来买东西了 买东西 有个早市,买大鹅的是吧? 对,没了那市场,全盖成房子了 两三年没来以后再来一看,全盖成房子了 那边有个大市场,挺原始的大市场 有卖活鸡,活鸭子,活鹅的 还有周围,周边农村来的农民卖的土特产 到夏天的时候有什么自己家种的西红柿啊,土豆啊,包米啊 还有卖一些当地那种工艺品的,挺好市场 挺怀念的,结果现在城市发展,把那个全都给毁掉了,全盖房了,开放房地产了 没有了,开放房地产,挣钱了 走了 哎 完了,老的保留的东西都没了 也不保留了 现在羊子这个是九街这条路 前面有大医院好像说 那是蒙克汉路吧 蒙克汉路吧 蒙克汉路,在这往西 上次做什么检查呢,就在那坐着 哇 到齐啊这是吧 这也是到齐公羊 这个我这儿占多少钱 一块两毛零一,九零一 那刚才那边一五六啊,差好几分点啊 那是一五六,不是一一 也是一块一毛五六九啊 是一样的 十六街 多净 齐阿姆拉有很漂亮的小镇 叫马哈姆小镇 转为到镇中心 这小镇挺长的 没到小镇 这边有个车站 不知道也可能同后个身后那趟到 国际车站就是这个 看这有个车站 车站都这么小 教堂 这就到这个小镇了 这个小镇挺 夏天时候不漂亮了 嗯 都哗 摆,你看这路灯下面摆的都是哗 这都是酒吧 酒吧 酒吧开了好像 开了吗 啊开了 开了这个 点灯了 可以在外面吃饭了 这两边店铺有不少过门的 买服装的 这边看这家全是卖被子的 嗯 这种小镇呢 被李半天来玩了 李半天他全上教堂了 都关门 周一到周六来行 夏天时候那个电灯杆上 路灯杆上全都挂了花 嗯 锤挂现在挺长 以前咱们的视频里有 路过这个小镇 拍的是夏天的景 前面快到那家餐馆了 所以两个西红柿都给意大利用过来装 说什么 很正宗的 这个人 吓人就给他帐 四十字路慢点被着急 你看这小镇这就出去了 就这么大 就这家餐馆 吃饭 可能也不在里边吃在外边吃 这公交这里这么些人你看 这疫情这么严重 这人还这么多 你看 没有十多个人呢 哎呀疫情期间呢 还这样 现在都中中一千多个一千八百多里 好 这安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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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